此去千万小心 放心 南战 我走了 正好 这位兄台借一百一用 老价带我一程 方才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没有啊 那可能是我听错了吧 多谢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不愧是蓝龄金氏 这金灵台是扩建了几倍啊 右倾右倾 谁在鬼哭狼好的 西辰哥 三哥 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 你还仙 这是 金光瑶的书房 自家的一桩小事 却哭求旁人解决 既是宗主之道 何来家主之威 你知道 他从前便是这么个性子 他多少年前就是这个性子 如今仍是如此 若是大哥在 若 若是我大哥在 谁敢这样欺负我们家呀 哎呀 我的大哥 二哥 你今天怎么了 这般严苛 感觉心神不宁的 是有什么事吗 莫非 是莫玄宇给旺姬添了什么麻烦 我能给蓝湛添什么麻烦 不是 我无碍 我只是 有些累了 我明白了 怀桑 你的事我记下了 定然会帮你解决 你二哥今日疲倦 才语气中了些 快别好的了 这样吧 我近日收了几幅明家字画 你看看可有中意的 拿走便是 真的 那谢谢三哥 也谢谢西辰哥 我什么都没做 谢我做生 三哥 这位先生的真迹 你居然也能弄到手 这这这 如何 看好了没 看好了 三哥 要我说 你这桌上的字画 虽然都出自明家之手 但比起墙上挂的这几幅 却是有所不如了 哦 怎么说 墙上这一套四季图 落笔柔和 意象却一派开阔 纸上一处风景 却似有万水千山 此般手笔 可已与西辰哥媲美了 聂怀桑 聂怀桑虽然修为不行 赏画倒是很有眼光嘛 你少绕弯子了 你会看不出来 这就是你西辰哥画的吗 二哥 他方才闹你 现在拍你马屁呢 哦 原来就是西辰哥画的 怪不得 三哥 不如你就把墙上的画 送我一幅吧 不行 为何啊 你有这么多幅呢 西辰哥的墨宝 我一幅都没有呢 你也知这是你二哥所赠之物 我又如何能转送他人 好吧 那 那要不 西辰哥你也画一套送我吧 不可 为何啊 你该收收心了 不可在终日赏完书画 荒废家族事物 怀桑如此天然纯志 何必强领改制 是啊是啊 三哥说得对 赤丰尊去世之后 他两个异地都对他亲弟很是照顾 只是金光瑶也未免太照顾了些 聂怀桑都要被他照顾成废人了 这不就是芳菲殿吗 终于到了